大家好,我是去知识的小芬 今天教大家制作萌系动物笔插,恐龙款 这款笔插采用卡通的恐龙造型为设计元素 整体俏皮可爱,充满童真 它既可以做摆件,又可以做笔插 兼顾了实用性和美观性 将其作为礼物赠予朋友,也是不错的选择 制作方法简单,容易上手 如果需要购买原版材料包,并接受编织指导 请在淘宝搜索店铺,去知识指导店铺 下面我们进入正题 笔插分为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两个部分通过笔和笔帽来连接 其中,上半部分主要包括头部 笔套,五官和背脊 下半部分主要包括身体 四肢,尾巴,背脊和恐龙蛋 上下两个部分单独制作 最后连接 为了方便学习,我们先讲解下半部分的制作 这里先单独制作出身体 再在对应位置加上四肢,尾巴,背脊和恐龙蛋 先勾知身体,来认识表格图解 表格中用2加数字表示圈数 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 表示勾知当前这一圈时 需要用到的针法 以及加减针的情况 总针数这一列 表示当前这一圈 所有针法全部勾知完成后的总针数 用到的针法有 X短针 V短针加针 A短针减针 锁针和引拔针 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勾知方法 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 这里我用粗线做演示 颜色随机 具体的线材 配色以及勾针的型号 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图纸 起针时缓起 表示起针的方法是环形起针 首先来环形起针 右手捏住线头 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 一 二 上方一共有三根线 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 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 取出 然后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 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 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中指与拇指之间 右手 右手拿起勾针 勾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 穿入线圈 勾针放在线的左侧 逆时针绕线 将线勾出 再勾一个锁针做固定 勾针仍然放在线的左侧 绕线 将线从线圈里面勾出 一个锁针就完成了 稍微拉紧 大家看 这个就是环形起针完成后的效果 下面来勾第一圈 R1是6X X前面的数字是几 就勾几个短针 这里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面 勾6个短针 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力针 绕线 将线从线圈里面勾出 这个起力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 大家实际在绕圈勾之时 每一圈的开始都需要勾之起力针 短针的起力针为一个锁针 并且这个起力针不算一针 接着在起针的线圈里面勾短针 穿入起针的大洞 绕线 将线勾出 此时 勾针上一共有两个线圈 再绕线 一次穿过勾针上的线圈 一个短针就勾好了 右上方的辫子 是对应的针目 就是这样V字形的两根线 往后的每一针都有对应的针目 先用记号扣 在第一针的针目上做标记 我说明一下 大家实际勾之用的线比较细 记号扣标记时 尽量只穿入前半部分 不要穿到这里了 防止记号扣把线圈撑大 影响成平美观 如果没有记号扣 也可以用回形针或者别针代替 继续往下钩 穿入大洞 绕线 将线勾出 再绕线 一次穿过勾针上的两个线圈 这是第二针 这一圈一共需要勾六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全部完成后 来收一下起针的线圈 一共有两个线圈 首先轻轻拉一下线头 这个时候会有一个线圈活动 注意 开始的线头一定要轻轻地拉 找到活动的线圈之后 再从线头一侧 拉紧活动的线圈 还剩一个线圈 直接拉紧线头 这样 线圈就收好了 可以看一下 置物的边缘都有对应V字形的辫子 这些就是短针的针目 表格中对应的针法就勾好了 我们在当前这一圈 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引拔结束 也就是记号扣标记的针目 引拔针的针法是 钩针穿入对应针目的两根线 这个记号扣可以取下 绕线将线勾出 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 这个是引拔针的辫子 引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 大家实际在绕圈勾置的过程中 每一圈的结尾都需要勾置引拔针 这里的引拔针不算一针 需要拉紧 起针多余的线头暂时不用处理 有起针线头的一面 是织屋的反面 另一面是正面 正面边缘可以看到V字形的辫子 在这一面任意位置扣一个记号扣标记 有记号扣的一面 就是织屋的正面 大家看 这个就是第一圈完成后的小样 接着勾第二圈 R2是6V V前面的数字是几 就连续勾几个短针加针 这里表示在上一圈的针目里 勾短针加针 连续勾6个 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 起立针不算一针 接着在起立针左下方的针目里 勾一个短针加针 这个就是左下方的针目 短针加针的勾法是 在同一针目里勾两个短针 穿入勾针 勾的过程中 把起针的线头放在勾针上方 顺着织屋的纹理 边勾边收进去 一针 为了方便结尾勾支引拔针 可以在第一针的针目上 做标记 再串入下方同一针目 勾短针 两针 这样一个短针加针就完成了 继续在左侧相连针目 勾短针加针 调起这样的两根线 勾的过程中要收好线头 一针 一针 两针 第二个短针加针完成 这一圈一共需要勾六个短针加针 剩下的四个 全部按照每一针里 勾出两个短针的方法来勾 勾支时不要忘记收线头 勾完了最后一个短针加针 在这一圈的第一针上引拔结束 一定要注意 每一圈结束后 都需要于第一针勾支引拔针 穿入第一针针目的两根线 将记号扣取下 绕线将线勾出 一次穿过勾针上的线圈 引拔针完成 将其拉紧 起针多出来的线头 已经收了一圈 直接剪断 现在我们来数一下帧数 织物边缘 一个V字形状的辫子 表示一帧 从线圈左侧开始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这一圈一共十二针 每一圈的总帧数 在对应的表格中都有标明 往后我就不再说明了 大家看 这个就是第二圈完成后的小样 参考表格 往下需要先勾支笔筒 勾支前先观察一下织物 将织物的正面对着自己 也就是边缘可以看到 清晰辫子的这一面 对着自己 针目的两根线 靠近正面的一根 称作前半针 另外一根 靠近反面 称作后半针 笔筒的圈数顺延前面的两圈 二 三是后半针 不加不紧是2X 表示笔筒的第三圈 是在上一圈 针目的后半针上 勾支 针法是连续的一针 对应一针勾短针 一共勾十二针 先立一个锁针 做起立针 在起立针 左下方的针目 挑后半针 勾一个短针 就是这样的一根线 做标记 上一圈的第一个针目 还剩下前半针 一根线 在这根线上 也做标记 继续往下 在左侧针目 调后半针 一针对应一针 勾短针 这种一针 对应一针的勾支 就是不加不减针 这一圈 全部是在上一圈 针目的后半针上 一针对应一针 不加不减 勾短针 大家按照前面的勾法 继续往下勾 最后一针完成后 在当前一圈的记号扣 位置引拔 也就是上方 标记两根线的记号扣位置 这个记号扣可以取下 勾支引拔针 并且拉紧 并且拉紧 引拔针一定要拉紧 防止下一圈多勾 织物会自然翻卷 将其朝向反面翻卷 这样 笔筒第三圈 对应的针法就勾好了 织物正面 有这样一根线 一根线的纹理 这个就是勾支后半针 形成的效果 这些线 都是上一圈针目 剩余的前半针 鼻头往下是R4到21 不加不减是RX 表示从第四圈开始 每一圈都是不加不减 勾12个短针 一直勾到第21圈结束 表格没有标注前半针 或者后半针 则需要挑针目的两根线 正常勾支短针 勾支时 织物的正面 都是对着自己 每一圈开始 必须要立一个锁针 做起立针 一圈勾完后 结尾必须要勾支引拔针 开始的起立针 和结尾的引拔针 都不算针数 并且引拔针需要拉紧 我这个是笔筒勾了几圈 不加不减针的小样 我用这个小样 来教大家数圈数的方法 将织物的正面 对着自己 一个凸起的纹理 表示一圈 从起针的中心 向外数 一圈 两圈 三圈 四圈 五圈 小样勾了五圈 这个就是数圈数的方法 往下大家根据前面学习的方法 参考表格 自行将笔筒勾支到对应的圈数后暂停 方法比较简单 我就不继续演示了 我这个是笔筒对应圈数 勾支完成后的小样 只有第二圈 有针目剩余的前半针纹理 笔筒勾完后需要断线 断线的方法是 先勾一个锁针做固定 预留三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 直接把线头拉出 并拉紧 断线完成 这个线头在后面制作时再处理 笔筒是这样 中间空出来的 类似圆柱的形状 到这里 笔筒的勾支就讲解完成了 继续勾支身体 这里勾支身体的第三圈 二三是 条二二前半针 XV乘以6 表示身体的第三圈 是接着前面第二圈 在针目剩余的前半针上勾支 括号表示为一组 乘以几表示重复勾支几次 这一圈的针法是 一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这样的一组重复勾支六次 先接线 接线的方法是 左手刮好线 开始预留三厘米左右的线头 勾针穿入记号扣标记的前半针位置 这个记号扣可以取下 绕线 将线勾出 接线完成 另一个锁针做起立针 在同一位置勾一个短针 注意收好线头 做标记 往下在左侧相邻针目的前半针上 勾一个短针加针 也就是在左侧相邻的这根线上 勾一个短针加针 X V就勾好了 我再演示一次 先在左侧相邻的一根线上 勾一个短针 再在左侧相邻的线上 勾一个短针加针 这是第二次 这一圈需要重复勾置六次 剩下的四次 剩下的四次 全部是条针目 剩余的一根线 按照一个不加不减的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的方法来勾 给你 穿一步 家的快速 还缓上 在大陌生 大陌生 是 这个 所谓的 材 你 有 我 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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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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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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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圈完成后,帧数与表格相同 大家看,这个就是笔套第一圈勾置完成后的效果 为了方便后面固定笔 可以先将笔的末端从这个动眼中 竖指往上插入头部 头部有填充,可以轻微摇动笔 使其顺利插入 笔的末端与头部的上方大致对齐 是这样的效果 接着将笔拿出,继续往下勾置笔套 全部是不加不减勾短针 圈数不固定,具体以长度为准 笔套的长度需要对比 我用小样说明一下对比的方法 先将笔从笔套中插入头部 笔的上方与头部上面对应 再将笔安装在身体的笔筒中 与笔帽连接好 中间剩余的部分就是笔套的长度 对笔时要注意 笔不要将头部顶起 头部的上方还是自然的状态 勾好的笔套要与身体紧密连接 之间不要有空隙 这个就是笔套长度的对比方法 往下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 边勾边于手里的实物对比 到合适长度后断线 断线方法与身体笔筒的断线方法相同 要再勾一个锁针做固定 结尾的线头在后面制作时再处理 方法比较简单我就不演示了 笔套勾完后先不用固定笔 到这里笔套的勾置就讲解完了 下面制作五官有眼睛和鼻孔的制作 先制作眼睛是相同的两个 先单独制作眼睛再安装在头部对应位置 眼睛的制作要先参考图纸 剪取对应大小的白色圆形布置布 再一面粘上眼珠 眼珠不在中间 稍微靠近一侧边缘 一个眼睛就做好了 继续用同样的方法制作另一个眼睛 我就不演示了 眼睛制作完成后 安装在头部上面 具体圈数大家参考图纸 我用这个小样演示安装的方法 小样只做了头部 笔套部分没有做完 大家实际以手里的食物为准 后面演示时我就不重复强调了 将眼睛没有眼珠的一面涂抹胶水 再粘在头部上面 对应圈数 眼睛有眼珠的一侧 大致朝向前面 用手按压使其粘牢 这样一个眼睛就粘好了 同样的方法粘贴另一个眼睛 我就不重复演示了 眼睛的制作就讲解完了 接着制作鼻孔 取一根20厘米左右的线 两个线头以打结的方式绕一下 其中一个线头多绕四次 一 二 三 四 这里相当于一共绕了五次 拉紧线 中间的小节就是鼻孔 这样一个鼻孔就做好了 同样的方法再做一个鼻孔 我就不演示了 往下将制作好的鼻孔安装在头部 具体的安装位置图纸上都有说明 大家可以参考 将鼻孔的两个线头 分别用缝针辅助 从安装位置的两侧 穿到头部的侧边 两个线头 入针位置不同 穿出的位置相同 线头不用拉得太紧 将两个线头打结藏好 这样一个鼻孔就安装好了 同样的方法安装另一个鼻孔 我就不重复演示了 鼻孔的制作就讲解完了 到这里 五官的制作就完成了 接着在头部后面和笔套对应位置 勾置背棋 勾法于下半部分背棋的勾法类似 这里从笔套倒数 约两圈的位置 往头部勾置 入针位置都在圈与圈之间的凹痕处 每间隔两圈或三圈 交替勾置短针和花样 结束还是以花样之后的引拔针 结束 从侧面看 引拔针的位置 大致与眼睛中间对弈 由于笔套的短针纹理 自然向右倾斜 所以大家要先根据头部的正后面 找到笔套对应的短针 再往下顺延 找到具体的入针位置 最终的背棋会向右倾斜是正常现象 往下大家根据前面讲解的方法 自行勾置背棋 我就不演示了 这样背棋的勾置就讲解完了 到这里上半部分的制作基本完成 最后将笔与上半部分固定 我用小样来演示固定的方法 小样只做了头部和笔套 并且头部的形状与成品不同 大家实际以手里的实物为准 将笔按照之前的方法 插入笔套和头部中 之前笔套预留的线头 放在笔套里面 不要露出来 先对笔 上方的笔套和头部不用固定 这样头部可以转动 固定只在笔套的最后几圈 左手捏住笔套的位置 在对应位置均匀涂抹胶水 其余部分不用涂抹胶水 再与笔套固定 等其粘牢后 笔与笔套就固定好了 这样上半部分就制作完成了 最后用笔将做好的上半部分 与下半部分连接 大家看萌系动物笔叉 孔容款的制作就全部完成了 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 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通过旺旺 与我们的客服联系 去知识一针一线 分享生活乐趣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